现在可以五归原主了 凝春 你有心事啊 没有啊 你有心事 我能看得出来 你是武林高手 还懂读心术啊 朴毅 朴毅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现在张灵海的爪牙 已经被你打败 我想是时候 继续刺杀张灵海了 你不能够回同学社 太危险了 更何况你性格太冲动 很容易出事了 我以前是很容易冲动 但是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我已经学会控制我自己了 我想 如果留在这里 像你们一样 凡事先商量 然后再考察 再听安排统一行动 这样 也许会很安全很保险 但是 会做个很多大好的机会的 凝春 你听我说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过天空 我知道 你还恨着张灵海 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你不应该 一直带着仇恨的枷锁活着 你的生命里 不应该只有仇恨 还应该有美好的生活 放下仇恨 放下过去 想想如何面对未来 如何去珍惜身边的人 放下仇恨 放下仇恨 我今生如果不为我母亲报仇的话 我怎么安心自在地活着 你看你 又倔起来了 不是我倔 朱姨 朱姨 其他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 但是唯独这次 不行 朱姨 朱姨 你俩这是怎么了 大伙都等着你们呢 快走啊 走啊 来来来 走 大家先安静一下 先听我说啊 今天啊 朱师傅打败了殷孝天 惩着了恶人 为我们上海国寿馆争了慌 我们大家敬朱师傅一杯 来 来来来来 朱师傅 谢谢 请 来来来 都过来敬朱师傅啊 赶紧过来过来 谢谢 朱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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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怀了厉害啊 多谢 朱师傅 谢谢 朱师傅 宁春 宁春 赶紧 这是 朱师傅 什么 朱师傅 懷疑自己是不是在梦里 英川 等我求求你 你能不能改变一下决定啊 飘烨 对不起 我已经决定了 你是什么时候 做的决定啊 从你打算接受 英孝天挑战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决定 我也要做些什么 你还是 要回通讯社吗 不 我不回通讯社 我直接找张天兴 通过她接触张灵海 那你有具体的计划吗 我可能 还是要继续利用 我跟张天兴的关系 来做这件事 不过你放心 我有我的底线 对不起 飘烟 我知道 这个决定 可能你无法接受 但是 我只有这一种办法 才能够接触到张灵海 我知道 我明白 你回去吧 别担心我 别担心我 未来的路上 多想陪你走下去 一双手握紧 你 心与你在一起 将军 你猜谁来找你了 谁啊 猜白 韩记者 对 行 我知道了 李雪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送你 谢谢 你怎么在家里待这么长时间 因为家里的琐事太多了 所以回来晚了 领尊领堂都还好吧 都挺好的 这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我们去吃饭 好 报告社长 有柳英春的消息了 他在哪里 他在张天行呢 他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消失了那么多天 竟然不回通讯社 直接跑去张天行那边 是否要我通知他 停止刺杀赵灵海 不用了 我自有安排 你先下去吧 是 谢谢 以前呢 都是我不好 让你有了约束感 所以我决定从现在开始 给你充分的自由 真的吗 真的 不过 不过什么 你也知道上海这个地方 鱼龙混杂 什么人都有 你一个女孩子 注意点安全 总是应该的吧 嗯 知道 你这次回来 还没去通讯社吧 我还没来得及去呢 我还没来得及去呢 其实 我是觉得 记者的工作 我有一点烦了 那好吧 换份工作 我来帮你安排 不用了 不用了 其实我还没有想好呢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助力吧 好 那我不干涉你太多 休息一段时间 总是需要的吧 嗯 不知道张将军请我到这儿来 有何指教 其实有些事情 想和武林小姐当面说清楚 所以 才劳急按您跑步趟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 沥雪在我这里 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 沥雪已经好几天 没有跟我联系了 最近的上海比较诡异 连我的军营里 也发生了一些 匪夷所思的事情 至于幕后推手是谁 我不清楚 但是 我不打算追究 你也知道 我很爱沥雪 所以呢 为了她的安全起见 我决定让她休息一段时间 我特地带她向你请假 您出面请假 我哪敢不准啊 张将军 我只是一个小女子 平时看看新闻 军国的爱事我一概不懂 所以你刚刚说的话 我也没听懂 好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提醒火灵小姐一点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爱沥雪 所以呢 有任何人想要动她 就等于是跟我作对 可可可的判断没错 可可可的判断没错 张天行这个人的确很难对付 他今天向我发出警告 告诉我不可以做出任何 伤害柳莹春的行为 请可可决定 我们该如何处置柳莹春 张天行虽然难对付 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 他对女人用情太深 太专注又太讲原则 听说张灵海并不喜欢柳英春 这个未来的弟媳 是 张灵海本来疑心救助 而柳英春的确是一直想刺杀他 张天行虽然精明 但他的实力 还无法和张灵海抗衡 先留着柳英春 张氏兄弟的关系 早晚有一天会因为他而决裂 切记 我们一定要站在张灵海这一边 到时候张天行这块绊脚石 一定会有人替我们把它搬开 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可是 想要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需要等待时机 是积极可以等 也可以创造 你再想想还有谁可以利用 马宁儿 情况怎么样 马宁儿已经把殷孝天和鬼狐都杀了 现在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但凭我对他的了解 他投靠张灵海只是权益之气 他最想得到的 是宝藏 听起来这个马宁儿倒有点意思 至少比那个殷孝天有价值 你下一步的任务 就是用尽一切办法拉拢他 让他加入我们 是 是 你这个办公室真不错 不愧是张大帅的左膀右臂 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我升了职 你就开始取言服事了 开句玩笑而已吗 何必认真呢 不过 张灵海 可是一个亲手毁掉你一切的人 你现在为他卖命 为什么 难道就是为了享受这些权势 不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之所以能放下仇恨尾身在这里 不过就是想得到 我最终想要得到的东西罢了 张灵海是不会完全相信你的 他现在只是牢牢地掌控着你 你现在还是孤身一人 想成大事 很难的 那又怎么样 殷孝天不也控制过我吗 结果呢 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谁 我是说 我可以帮你 你怎么帮我 今天晚上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我帮你去 社长 马宁儿 我为什么请你到这儿来 相信雪莲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 只要你能加入我们黑龙会 我向你保证 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你怎么知道我想要什么 你的绅士我已经知道了 对于张灵海而言 你的作用仅仅是帮他得到龙头杖 除此之外 你还有别的用吗 而张灵海一向就是打两副牌的人 要对付他 你必须手上也有两副牌 要不然你会死得很惨 我早就听说你们黑龙会了 中国这么大 总有我生存的一席之地 所以我是不会跟你们合作的 我看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话呢 不要说得太死 我们大和民族 喜欢和你们汉人做朋友 我可以多给你一些时间 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 如果你有任何需要 可以随时来找我 你快点 干什么 快走 小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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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